大家好 扎伯勒方向 俄军又有了最新的行动 俄军使用了伊朗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5炮兵旅 在扎伯勒地区的总部大楼进行了轰炸 我把现场的画面给大家播放一下 这个大楼已经被摧毁 这次在扎伯勒方向轰炸55旅的总部大楼 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消灭 在这个方向集结的外国攻兵 有大量的北约的炮兵 以及坦克部队的坦克手 北约的坦克手在这个方向集结 这是现场画面 整个大楼已经被完全摧毁 这扎伯勒方向俄军摧毁的乌军的坦克 可以看大量的乌军的坦克被摧毁 实际上在扎伯勒方向 乌克兰方面正在大量的集结 北约的公军包括坦克手 包括炮兵 目的是向南部 向马里布尔 比尔江斯克发动进攻 那在现场的俄罗斯方面 实际上也截获了大量北约的工兵 在扎伯勒方向集结 这是现场 北约工兵尸体上发现的这个GoPro GoPro上面拍摄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 从GoPro拍摄的画面来看 这个北约的这些坦克兵 在这个扎伯勒地区 兵营集结 集结到一定人数以后呢 会被派往前线 这是来自西方的工兵 从这个GoPro拍摄的 这是从尸体上发现的这个最新的视频 那这些北约的坦克手啊 实际上呢 主要是来自于北约部队 有波兰人 乌克兰人 英国人 加拿大人 新西兰人 还有来自于法国外籍军团的 也有来自于中东的 那扎伯勒地区呢 很特殊啊 扎伯勒地区向北 它可以到达蒂涅伯 巴布洛格勒 然后通过斯拉比亚斯克 进入到利曼 也就是到斯瓦图 库比亚斯克这个方向 从南部呢 实际上 这个地区呢 大家如果有地图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区就是平原 非常适合呢 坦克 坦克集群冲锋 展开 所以乌军在这个方向呢 也集结了大量的坦克部队 但乌军自己呢 坦克手有限 所以在扎伯勒方向啊 集结了大量的外国工军 就是有坦克驾驶经验的这些人员 包括炮兵 都集中在这个方向 下一步乌军很有可能会进攻马里本 所以这个方向 俄军公布的消息呢 这一次啊 在 扎伯勒摧毁的55旅啊 超过百名的外国工军 那么这一次摧毁的 坦克数量啊 应该也超过了20辆坦克 所以呢 这个55旅啊 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一直在进行大规模集结 目前呢 俄军公布的消息呢 在这个扎伯勒方向 集结有1万名的外国工军 超过1万人 这1万人呢 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向北 进入巴布洛格勒 然后进入顿巴斯作战 另一部分呢 向南 向南 很有可能会进入马里本 比尔江斯克这个方向啊 要打通 通往马里沃的这条通道 进入顿尼斯克战场 进入顿尼斯克的这个境内啊 来作战 所以呢 这1万名工军 俄军呢 昨天发动了袭击 首先是摧毁了啊 摧毁了他这个总部大楼 大家可以看现场画面啊 整个大楼被摧毁 上百名工军被击毙 北约在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集结了大量的啊 集结了大量的这种 坦克手啊 射手 包括炮兵部队的 这是昨天公布的 俄军使用的这个伊朗无人机的画面 伊朗无人机残骸被发现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伊朗无人机残骸 现在俄军呢 使用的是伊朗无人机啊 主要攻击的 它的这个军事集结地 包括固公军的营地 固公军的时间呢 基本上都是在晚间 都是在晚间 可以看啊 这是无人机爆炸以后 发现的发动机 这是现在呢 扎不热方向最新的情况啊 从扎不热昨天的这个爆炸情况来看啊 实际上呢 整个的55旅啊 它的这个 驻扎的营地已经被摧毁 啊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 乌军现在也在化整为零啊 实际上把很多的部队呢 分散到各地啊 分散到各个各个基地 然后呢进行集结 最后汇总 它不会一下把一万人全部汇总在一起 很容易被俄军呢 整体清除 所以他现在呢 几百人分成一组啊 在扎不热周边地区 你可以看到刚才给大家播放的画面啊 有的呢 住在居民楼里边 但是俄军呢 实际上它的情报部门也在掌握这个相关情况 有当地的居民 如果向俄军报告 俄军获得的相关的情报 那么驻扎在周边居民楼里边 有外国公军 他会报告 几百人 那么其他地区啊 有的这个兵营也会驻扎几百人 这么化整为零啊 然后呢 作战的时候将这几百人汇聚到一起啊 变成几千人 几千人再汇聚到一起上万人 这是现在乌军啊 对外国公军在扎不热地区啊 部署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这一万人外国公军啊 实际上都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 如果投入到战场的话 对俄军来说 威胁巨大 特别是啊 他们有坦克手啊 就是坦克兵 这些坦克兵 西方的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西方 包括北约的这个装甲装甲车坦克 包括波兰提供的这个坦克 那么实际上乌克兰有 有很多的乌克兰士兵很难去操作 他他根本没受过训练 受过训练的时间 特别是坦克手的话 时间要超过半年以上 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个坦克驾驶 特别是西方这些 制式坦克的驾驶 那这些坦克由谁驾驶 就是由北约自己的士兵驾驶 他们就是现役人员 然后呢 主动退役 加入到乌克兰来参战 他们就是北约的士兵 甚至指挥官就是自己原来的上级指挥 所以这是实际上 就是北约直接在乌克兰参战 我援助你坦克 援助你 步兵战车 不是由乌克兰来操作 是由北约的 这些志愿军 打引号的志愿军 雇佣军 他直接来操作 所以这也是俄军 为什么在扎布洛地区 要摧毁武术乌铝 他的营地的原因 摧毁上百名外国工军的原因 那这些人的实际上被摧毁以后 他这些装备 没有人操作 即使提供给了乌克兰 乌克兰也很难将这些装备 重型装备投入到战场 我前面讲过 在奥利霍沃这个方向 乌军实际上在这个方向 和俄军形成了对峙 扎布洛方向 俄军在这个方向 实际上部署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 俄军在这个方向一直集结兵力 梅里托布尔这个方向 实际上乌军下一步很有可能会进攻 比尔江斯克和马里布尔 要切断马里布尔和顿杰斯克的联系 也切断马里布尔和梅里托布尔之间联系 这个地区一旦切断 再加上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交通被切断 所以整个的赫尔松前线 克里米亚前线就会失去布局 所以现在俄军对扎布尔地区 这个打击力度会逐渐加强 伊朗现在无人机大量的进入到乌克兰战场 而且伊朗的无人机突防能力非常强 你可以看北约的防空系统 北约的防空力量已经进入到乌克兰战场 但是伊朗的无人机还是能发挥作用 现在可以看伊朗无人机 可以有效的对抗美国以及北约的防空网 这也是这次乌克兰战争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伊朗的无人机可以有效的突防北约的防空网 我觉得中国未来从伊朗方面也应该获得相关的技术 为中国未来突防 特别是在台湾 在日本突防北约 突防美军的防空网提供经验 这是今天扎布尔地区最新的消息 后续我也会持续关注马里尔前线 扎布尔前线最新的战况 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他分享